是高雄瑞丰夜市 營業前的準備時段 但是現場一片死氣沉沉 沒有攤商打算做生意 為了因應疫情 避免群聚傳染夜市自行修飾 從上個月17號修到20號 接著又修到28號 再來又收席到6月14號 等於將近一個月沒有動工 雖然全國警戒延長到6月28號 但是瑞丰夜市 攤商都停業快一個月 生計快吃不消 也因此決定15號要重新開放 熬過一個月 夜市官網會宣布重新開業 攤商的臉上沒有任何開心的情緒 因為疫情還是很嚴重 在生計跟健康之間 每個擺攤人的心中 都在進行拉鋸戰 是不是15號要不要營業 是因為沒人敢營業 我營業了你敢來嗎 情況明朗一點 安全一點再開 不過還是有接近200家攤商 期待能夠重新開業 因為再不做生意 不管有沒有領到紓困金 生計都一樣會受到影響 夜市官網會處境也很尷尬 針對不擺攤的攤商 祭出租金全面 希望能盡量幫忙渡過難關 但是上百萬的土地租金 廣告會還是得乖乖上繳 一天的營業可能他們大概加一加 應該會有兩三百吧 你這樣長期下去 你一天將近一百萬的租金 你這樣我們也沒辦法 像所有商業朋友說明 針對自己不同的身份 以及角色以及條件 有什麼樣子的紓困方案 能夠做使用 夜市重新開業的消息 似乎為營業額注入新的活水 只是開始擺攤的話 疫情群聚的問題 也會跟著扶上檯面